第13轮的新冠疫苗预约已经截止了 不过来看看BNT的预约率只有54% AZ疫苗的预约率也仅剩46% 创下了新低 就怕会造成疫苗的浪费 台大医院现在开出第一枪 开放给民众在医院系统内 可以预约接种疫苗 指挥中心也点头 鼓励医疗院所打疫苗 感染科专家也说 要拉高覆盖率的方式之一 就是比照流感疫苗的接种 让中央直接把疫苗分配权限 给下放到各医疗院所 让民众到医院诊所就可以打疫苗 周六一大早不少民众冲诊所打疫苗 不过实际报道率却只有八成左右 但以编替疫苗来说 一开放六小时内就得打完 即便诊所开放残疾也找不到人打 医师也只能无奈把疫苗销毁 预约的单的病人打去 他已经别的地方打完 昨天小姐跟我讲丢了四季 疫苗打气下滑 其实从预约率就可以看出端倪 像在第十三期的预约BNT疫苗的部分 预约率只有百分之五十四 而AZ则是不到五成创下新低 为了避免造成浪费 台大医院也开出了第一枪 开放民众透过医院系统来进行预约接种 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丽敏也说 不少民众因为中央预约系统太复杂而却步 最好的方式就是比照流感疫苗接种 中央直接把疫苗分配权限 下放到各医疗院所 民众只要去医院诊所就随时能打 开放各医疗机构的预约系统 让符合资格的民众去施打 这是有助于整个疫苗覆盖率的提高 一旦哪一天Delta病毒又进入我们台湾社区之后 没有打疫苗 就是最有可能被感染 应该由卫生单位变成主动接种 把通知单告诉哪些没有接种的人赶快来接种 想方设法国立民众出来打疫苗 不只是提升疫苗覆盖率 因为欧洲正面临第四波新冠疫情冲击 光是上周新增确诊病例就有近180万例 甚至让WHO形容是重大顾虑 呼吁各国家仅施打疫苗防患于未然 就已经这回接听过来 春节要到了防疫旅馆供不应求 交通部观光局现在努力要协调 希望春节前防疫旅馆可以增加3.1万房 指挥中心也缩短防疫旅馆的检疫期到10天 但还是有很多民众找不到房 对此业者反映了检疫天数减少 对提高入住批次帮助并不大 也担心过年后这些防疫旅馆会沦为文子馆 因此有业者建议了与其扩增防疫旅馆的坚数 倒不如征收官设像是教室会馆 或是中华电信会馆等等 鲜姐燃眉至极 春节返台抢防大战持续上演 即便指挥中心已经把防疫旅馆 拘捡缩短到10天 但民众打电话询问 北部防疫旅馆过年前还是没空房 我们1月要等到1月23号才有空房了 1月23号也剩不多了 1月23号才能入住 等于过年期间都在隔离 就有住台中台北的民众 为了与家人团聚 订到花莲的饭店隔离 有人说家里房间没独立卫浴 隔离10加4跟它无关 必须住满15天才能出来 而且一查防疫旅馆 一晚5500的房型才能开窗 加上机票10万块成本太高 干脆不回台湾了 春节防疫旅馆供不应求 但也有业者担心 年后返乡潮过了 防疫旅馆会沦为文子馆 与其协调饭店加入 不如先找官社解燃眉之急 像是台北教室会馆 就有95间房间数 台北警官会馆18间 若全台官社都投入检疫使用 饭店业者认为会比较有效率 也比较实际 但能否符合相关防疫规范 还得看指挥中心如何规划 这几天天气还不错 在南投跟台北的阳明山 都出现了罕线的画面 南投一名男子 1号先是在松雪楼附近 拍到了火烧云大景 而下山之后呢 又在海拔3000多公尺的昆阳 发现了西边山下一片万里无云 整个普里市区清清楚楚 尽收盐地 另外气象专家证明点 也在脸书上分享了 阳明山小游坑 出现了罕见的观音圈景象 阳明山小游坑 依稀可见一圈白光笼罩在空气中 气象专家证明点 特别在脸书跟大家分享 说这叫做观音圈 这一圈白光又叫做雾环 或是保光环 因为阳光穿过云雾 碰到水滴产生反射现象 但是反射之后雾红没有颜色 所以又有人叫做白红 而大自然的美景 在南投和欢山也出现 从昆阳山边往下眺望 山下万里无云 整个普里市区 尽收眼底 一号一名摄影爱好者 先在松雪楼拍到火烧云大景 没有想到下山的时候 又在昆阳发现罕见的晴朗现象 赶紧拍下留念 看到人家在拍婚纱 所以就特别的去注意一下 结果一拍下去 奇怪怎么那么神奇 可以拍到普里镇的市区 就超兴奋的 当然跟大气环境是有关系的 当大气环境相对的通风凉力好的话 例如说在雨后 或是说在整个天气环境 很适合的情况下 空气污染物减少的时候 土里或是更远的地方 各位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的时候 是越来越容易看得到 变天前好天气好空气 造就出来的少见大自然美景 也让民众嘖嘖称奇 记者综合报道 周末假日很热闹的 还有赛神虾活动 但您来看到就是屏东潮州 是泰国虾养殖重镇 公所连续三年举办了赛神虾 今年大赛原定是在五月要登场的 因为疫情影响 延到了今天举行 有养殖户当中苦等不到比赛 已经把巨虾给吃了 但也有不计成本留虾的 就在今天活动登场 当中有虾农养出了 347公克的公虾夺冠 还打破了去年 270亿公克的记录 真的要来破纪录的 石子里虾子哇跳跳 选手们报道 各就各位 347 真的要破纪录的 拼过后 拼过后 第一名 这只看来巨无霸 但另一头也不输人 虾农们带着自家泰国虾前来比拼 要看谁是今年最大位 我们去年的那个重量 冠军的那个赛神虾的重量 是两百七十一公克 屏东县约有四千八百户 泰国虾养殖户 其中潮州占了四成 堪证泰国虾养殖重症 公所连续三年举办赛神虾 今年原定五月登场 疫情影响延到十一月 就有虾农养了四十公分 三百公克的巨虾 因为等不到比赛 把巨虾吃掉了 原本最具冠军像 如今换人挑战 虾子不得不虾子 疫情那时候有1010年 疫情一度影响泰国虾生产量 幸好陆续回温 除了比赛现场还有料理 泰国虾是今日主角炒热气氛 热闹滚滚 记者苏世伟 屏东报道